今天是五月四号 就是五四 九十多年以前 五四给中国人带来了 两个重要的新思想 就是民主和科学 就是叫做 德先生和赛先生 那么九十多年过去了 现在我们追求民主和科学 还没有完全实现 我觉得在这个过去的九十年里面 民主谈得多 和科学谈得少 好像科学不是太重要 但我觉得不民主的原因 跟不科学有关系 所以今天我来发言 我想尊重的一个精神 就是有科学精神 就是要讲道理 尊重事实 首先要有事实 你认不认这个事实 还是认一个假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假话 尊重事实是第一个 其次呢 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 来认识一个事情的 这个真还是假 也没有道理 刚才我说了 我们没有得到民主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没有科学事情 我认识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联合国有 人权权益了 联合国把人权看得比主权更重要 如果一个国家 你的政府 伤害你的人权 伤害你的百姓的人权 联合国可以来组织你 可以组织联合国军到你这儿来 阻止你这种伤害人权的事 这就说明 人权高于主权 主权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人权 你不能保护人权 你侵犯 本国的老百姓的人权 这个政府 是要受联合国制裁 大家知道联合国有这个 人权理事会 以前叫人权委员会 现在把他提升了 跟安全理事会一样 是人权理事会 国家利益 应该是补充人民的利益 这样一个国家 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叫老百姓为国牺牲 这个地方不是个正常的国家 当然除非你的国家受到侵犯 外国人打进来了 而且把你变成王葡萄了 政治家 他有他的理 他的理 我看 我没当过领导人 但我看他们的行为 可以说 没有例外 谁都一样 中国外国 日本美国 还是什么 西里亚都一样 领导人就是 不肯下台 美国的总统 你不肯也不行 你当了两届 第三届 就完不了了 我们现在中国的情况 有点像美国了 你顶多干十年 干了十年 你就下来 你干得好也好 干得坏也好 你就下来 这个是个很大的进步 你看 朝鲜 就是不下台 死了还传给儿子 这些猫派要反对我 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尊重 互相 我听你的意见 你说的对 我接受 这是一个大家进步的一个方式 我不赞成搞成一个对立 搞成一个冲突 这个对谁都没好处 尤其我反对使用暴力 国家之间 我都反对使用暴力 老百姓之间 我更反对使用暴力 暴力啊 是害人害己啊 对谁都没好处 宽容 是好的 意见不一样 想能尊重对方 首先你的尊重对方 有一种愿意 就是你说的对 我愿意接受 甚至于我主动就向你学习 那这个社会就太好了 大家愿意向一些不同的人学习 你只要说的对 我愿意改正 这个是一个好社会 这个是一个好社会 大家都为求人说话 为求人说话 很好 我很赞成 但是 谁也不为故人说话 这个不正常 故人也有他的权利嘛 他的权利要得到认可 而且要受到保护 没人为求人说话 这个不正常 另外一方面呢 为求人做事的少 为求人做事的多 因为你给求人做事 你能拿到报酬 他给你钱啊 你为求人做事 他没有钱 你白做吧 所以你为求人做事的少 为求人做事的多 我为求人说话的多 为求人说话的少 我觉得这个不正常 我要调整一下 要为求人说话 而且要为求人做事 我这个话刚说出来 遭到一大堆的 这个批评 甚至于骂 骂我 我就更觉得 有为求人说话的必要 我还没说呢 你不知道我说什么 别人骂我了 那是不是不仁就不该说话 这是什么理由呀 我就想起了 我们解放以后 几十年 一直到改革开放 甚至一直到现在 我们始终宣传了一种理论 就是富人是有罪的 富人是剥削者 不但他们有罪 他们的小孩 也不让他们上大学 因此改革以前的几十年 把原来的富人都打倒了 地图和资本家都打倒了 新产生的富人 新产生不了富人 也没有富 没有富人 你刚想一 你告诉资富 老太太养个鸡下个蛋 把鸡蛋卖钱 那个就是资本主义 你说怎么会有富人呢 过去的富人 地主资本家的小孩 不让他上大学 甚至于结婚度很困 地主转换以后的 下一代 四十岁结不上婚 找不到对象 谁不跟他们在一起 这些人不能 不能上大学 不能参军 不能入党 不能提干 这些人在那个体制下 一辈子是完了 没前途的 现在情况不一样 不参军就不参军 不提干 不入党 没关系 我花我的财 现在比那个时候大不一样 但是在那个情况下 把你的生物全给断了 谁敢当富人 那个时候搞运动 随便说 阶级斗争 谁就谁斗 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 为什么要斗 资产阶级是剥削者 你剥削了我 我为什么穷 你剥削了我 所以我穷的仇恨 集中在你身上 于是就到期间 就斗争来了 或者说 仇富的教育 维持了 经济斗争的这个理论 默讯的理论 产生了这个 经济斗争 这个事儿 如果说是不改变的话 中国永远是穷人过 谁也当不了富人 幸亏郑小平说了一句话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有少数人先富起来 现在负倦越来越多了 其实我为求人做了很多事 我在这里讲一点 我为了 为求人做事 我拉出了一百多万块钱 我办了一个保姆学校 十年了 两万三千人 从那个学校毕业 找到工作 都是贫困地区的妇女 我还办了一个小贷款 把钱借给穷人 让他们能够搞生产 当然这些事儿 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很多人跟我一起做的 包括很多企业家 什么任志强 潘石屹啊 柳川智 他们都给我出钱了 我一个人累了 一百多万不够了 但他们的力量很强 他们为什么肯给我出钱呢 他是把我这种可靠 不会把他的钱下花了 我自己都出钱在做 我是吧 所以我一看头 他钱就来了 我就有几千万的钱 做这些事儿 我自己是一百多万 我没多少钱 当然我现在比过去好多了 我能拿出一百多万来了 我还拿出好多的钱 都没得涉 我对那一个人呢 要学会 马钱 用的有意义 不是说 我今天做这个 赶紧吃饭 我说的你这一天一天都吃不饱 没有任何营养的东西 你变了一个 变了一个野兽 没有理想 没有家庭 没有什么人吃追求 什么都没有 就想吃 野兽都不饶 野兽还有幸运的 还要交配呢 能来认识什么都没有 就想吃 我就尝过这个味道了 不能吃的东西也想吃 饿到这个地步 树皮草根都吃的 我那时候就吃骂当 飞的骂当吃 我逮不到老鼠 逮不到麻雀 骂当容易逮得到 要不逮到老鼠我就吃老鼠 逮到蛇我就吃蛇 就想吃一个人 那时候挨饿 什么味道 大家不知道 我的左腻又是饿死了 我们隔壁一个老龙 我去的时候 他这个爱人就饿死了 他两个女儿 饿死一个女儿 就剩他自己 跟一个大女儿 四口人饿死两口 很惨的 这个我来饿这一辈子 现在我看了满足的好的菜 我就想起来饿的味道 一开冰箱里头 好多好吃的东西 那个时候就没有啊 所以我就想 剩余的食物放在栽花的时候吃 这也是经济学 与繁省这个二战的错 我记得 田中角勇到中国来 第一次访问 过去日本人没访问 田中角勇第一次访问 周恩来 给他设个宴会 让他讲话 他讲的为什么呢 他说这二次大战 我们给各国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他说麻烦这两个字 我前面之后 我非常的不失味道 这哪都是个麻烦呢 你杀的那么多中国人 还是个麻烦 所以从田中角勇开始 到现在 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 日本在二战中间犯的错 这跟德国完全不一样 德国人总得去下跪 日本人没有 日本人还跑到战船上去看口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需要跟他斗争 但是我们是尽量的要用和平的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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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 感谢观看